今天的話呢,是我們第五次上課啦 總共我們有十次上課 所以等於是已經上了一半了 那後面的話,原則上我們會把那個 第四類的題目,原則上 把它拿來當範例講解 所以回去,各位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把那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 也許先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可以的話,試做看看 那,題目基本上 我是覺得還蠻靈活的 它其實不是說很理論性的題目 大部分都針對說實際上 工作上,或者是說 生活上會用到的一些相關資料 那當這個資料呢,如果是在網路上面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把它快速的扒舉下來 當然不是叫你用以前的老方法 C-C-V啦 因為如果你用老方法 當然事情也是做的 可是如果資料量大的時候 說真的 你當然一定會覺得很浪費生命 再來的話,每天如果要重複 再來做一次,你就會覺得更浪費生命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需要呢 用到程式來做一些爬蟲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希望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那,尤其是現在資料量越來越大了 大數據時代,就是真的 所有東西,所有裝置都會產生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我們如果當這個資料量太龐大的時候 該怎麼解決 還有有關就是說呢 這個資料的格式到底是什麼樣子 當然不一定 不一樣的裝置 不一樣的需求 那就會衍生出不一樣的格式 那還有呢 不一樣的那個作業系統 它可能編碼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呢,你當然要針對不同的狀況 給它不同的處置 所以呢,我們上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大概幾個重點 每次上課的話一樣 我們上次上課的話有八段影片 重點的話呢,其實都在這個清單裡面 另外的話呢,影片也在這裡 所以回去有時間 可能就是在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我不確定說 是不是每個同學都有follow到 因為理論上 如果你前面那個基礎班的基礎 你有那個Python基礎的話 理論上呢 我們講的東西 你至少會聽得懂 而且應該理論上 也要做得出來才對 但是如果說呢 你可能聽得有點模糊 然後呢,實作也有點困難的話 那我是建議回去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寫完的程式 基本上都在雲端白板上有 另外的話呢,我們上課的錄影 也在那個雲端上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回去的話,可能就是花一點時間 把一些細部的東西呢 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上課的重點大概有幾個啦 包含就是說 如果建立那個所謂的Json的檔案 因為這個Json的格式又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程式跟程式間交換資料 都會用Json 它有點像一個溝通的資料的平台 一般把它當API來用 所以呢,如果你將來呢 你需要跟別的程式做串接的時候 那就會需要把原來你的檔案 把它變成Json的檔案格式 比如說你原來的ECELDOT 或者是CSV 或XML 或資料庫 或是你可能ERP 或等等產生的DATA 那要怎麼樣產生那個Json檔案 上個禮拜我們重點都擺在這裡 那所以回去的話可以在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跟那個證照導試的E0 E0試題吧 做顯接 對,所以剛開始是用E0試題 去建立那個Json檔案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外面是大瓜糊 有沒有 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裡面的話呢 是一個中瓜糊 是一個什麼 串列 那串列裡面呢 又有大瓜糊 有沒有,豆點 大瓜糊 那也就是說呢 它的結構是先什麼 先物件 就是先字典 再串列 然後呢 再字典 這三層結構 OK 有沒有 那當然我們也利用這三層結構 把它拿來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 汽車切到按鍵的CSV 轉成Json 這上至的 另外的話呢 XML也可以轉成Json OK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要存成Json的話 最重要的是用到一個叫Dump的方法 OK Dump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資料庫這個 這個會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這一題的話 複雜度比較低 所以105題 那其他的話呢 像是我講到 Seql還可以轉成Json 這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有關就是 後面延伸啦 其實跟Json有點關係 不過今天要講的 主要是 這個是寫 那今天要講的是什麼 是讀啦 讀的話其實前面也有講過 所以請待會呢 到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 就是Python 3的擷取分析 找到那個 題目部分的話 是第二類的 所以你打開第二類 那我們還是先從那個 因為前 2001到203 其實跟網頁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們待會再看 因為網頁我覺得比較困難 那我們先從204 開始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呢 先稍微看一下題目啦 那當然呢 你也不一定把它 反正它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考試 其實還蠻靈活的 你可以把它當 怎麼一個 一個範例題好了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需求 第一個需求是 它給我們一個API連結 如下在這裡 那這個網址的話 當然你可以了嗎 Ctrl C 然後呢 開一個網頁呢 把它貼上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Json的一個檔案 把它Ctrl加 放大一下 Ctrl加就放大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它的結構喔 就是在底下 那其實 當然因為它結構 蠻單純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用那個 Json Editor來看 其實大家也可以知道 它的架構 基本上就是 一個外面是一個 什麼呢 中瓜糊 所以它一定是什麼 先竄列 竄列裡面呢 放什麼 放字典 所以它的字典 頭在這裡 那有Key有沒有 冒號Value 有沒有 夠點 一樣是個Key 一個Value 那Key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欄位名稱 它有一個 這個是 它哪一區吧 Type的話是什麼 它這個是 公所 然後Name 這個應該是 它這個題目應該有講 所以總共有 123 Adress還有地址 還有TL是電話 12345 然後這邊有Website 6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經緯度 看起來不太像 7 8 update 9 所以總共有9個欄位 那後面就是Value 冒號後面就是Value 瓜糊的結束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這個等於就是什麼 一筆REC 就資料庫裡面的一筆REC 所以呢 一個大瓜糊就是一筆紀錄 那下一個在哪裡 下一個斗點 你看斗點後面又一個 有沒有 再一個大瓜糊 那結束的位置在哪裡 結束的位置在這裡 這是第二筆REC 依次類推 當然呢 你如果直接看 如果結構不複雜 用這樣子看其實都OK了 但是比較複雜的話 我還是建議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貼到那個JsonEdit裡面去分析 當然會比較能夠更清楚 所以如果你假設 爬從第一階段 你對Json不熟悉 你後面其實就不用玩了 因為後面實在是 問題會很多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假設 你希望透過工具的話 你可以打開一個分頁 然後打個J 打個J應該就出來 它叫JsonEditOnline.org 然後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Ctrl-A 然後C 那怎麼樣 貼到這個JsonEdit裡面的Core Core文號Ctrl-A 再Ctrl-V 這樣就貼過來 那貼過來呢 因為它本身結構很鬆散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看到它的樹狀圖的話 你再按一下Tree 你會發現馬上出來了 所以外面是一個Array Array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串列 裡面的話 總共有70 一個串列裡面呢 有73筆資料 就是73筆REC 如果你用資料庫的概念來看 其實一個列 那如果Excel的話 其實就是橫向的一列 可以啦 OK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編號從0 應該到72吧 總共有73個資料 從0開始 那總共會有9個欄位 那你其實你會發現 看這個 其實當你看久了也習慣了 只是說呢 如果你沒那麼習慣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貼到JsonEdit 會稍微清楚很多 好 所以呢 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個資料 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接下來 題目要求是什麼 它題目裡面要求是說 這個資料給你了 然後它說什麼 它說 城市必須出出什麼 第一個 條件 新北市的 也就是說呢 你的縣市部分呢 一定要是新北市的 不過台北市就不用 OK 或者外縣市就不用 反正你就是 條件 幫我找新北市 的大專院校相關資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不是新北市 這個新北市呢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它address 所以可能需要 從address裡面去判斷 也就是說呢 你必須抓address裡面 如果它裡面有 新北市的關鍵字的話 那表示呢 它 就是新北市的大專院校 或者是 新北市的什麼 還有type 可能要大專院校 好 那第一個就是 條件部分 一定要新北市 第二個的話呢 要取得的資料呢 我們總共有九個欄位 可是呢 它其實只要幾個欄位 一二三四 五個欄位就好了 所以它要九取二 九取五 也就是說不是全部 我只要取什麼 名稱 地址電話 網站 跟更新日期 所以呢 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它的名稱 就是前面這個key 所以name 你可以用name 你可以用get之後中瓜糊 去取後面的資料 去取後面的value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比較常用 我會算它的位置 比如說它的位置在這個 這個0嘛 一二 所以這二 三 四 五 二三 四 五 六七不用 八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取得 一二三四 五個欄位 那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其實 如果計位置的話 就是 二 三四 五 然後呢 最後一個八 那就是 把這幾個位置記得 然後抓位置也可以 index 所影值 兩個方法 前面好像我們有講過啦 要不就是說呢 你去get它的name 或get address 要不就是說 你算它的index 所影值 那我自己是比較習慣 算那個所影值 為什麼 反正這樣算 大概就可以抓過來 比較簡單 而且程式行數也比較少 好 那 但是考試的時候 有標準答案 你可能考試還是要看一下標準答案 OK 那如果你平常自己做的話 你就不用去管什麼標準答案 反正你就 自己寫的順手為原則啦 那方法很多 那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第一個 邏輯越簡單越好 第二個的話 程式越短越好 對 所以你會發現 越寫越程式越短 比如說 寫完之後第一輪 我就想 這個程式裡面 還能不能再簡單一點點 也就是說 哪些地方可以不用寫 它還是可以run OK 那改完之後的話 好像可以 那就這樣子 還有呢 改的時候 不要改太複雜 你改完 現在程式變短 但是越寫越 越難懂的話 那可能我也不太 prefer那種方法 因為 程式 寫法 真的是太多種了 光一個 一個程式 可能每個人不同寫出來 結果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為什麼老師 這個程式 我Google找到的東西 怎麼每個人講都不一樣 很正常的 因為每個人習慣的寫法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 你除了學會寫之外 慢慢也要學會 找到一個 你自己覺得最習慣的方法 去寫這個程式 那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你比較容易懂 第二的話 你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因為其實為什麼 程式比較容易寫錯 因為你都一直記別人的寫法 因為那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你很容易寫錯 但是如果你很習慣的 有點像你自己講話一樣 你怎麼講都怎麼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被稿 對別人寫的稿子 你就覺得怎麼樣就不習慣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特別去觀察 演戲的演員 那個很厲害的演員得獎 他其實都不是照編劇上面的劇本講的 他都是很順地用自己的話講 可不可以 演戲導演覺得OK就OK 為什麼 因為你用別人的 那有些演戲的 你會發現 他好像是造稿 造稿在演戲耶 尤其是比較深色的新人 有沒有 或是長得很帥的 通常 沒有 不一定很帥 就是 就是會比較 不知道演戲的那個 我不知道 所以我大概沒體會 所以 寫程式也是一樣 你要能夠寫得好 你就是要慢慢的 跳出那個框框 那我提供給各位的 就是一個 參考答案 那個答案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背後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去想 那上課的時候 不可能說 我慢慢講 講太慢了 OK 可是背後其實 有我的邏輯在裡面 OK 好 請各位先想一下 資料在這裡 只要抓 五個欄位的資料 OK 然後把它爬出來 那最後的話 它要我們輸出 輸出的結構 第一個它要什麼 一個title 叫 新北市大戰院校清單 然後那邊空兩個enter 所以兩個enter的話 變成說你這邊要什麼 兩個反斜線N 或者是print本身也會有一個換好 print本身就是一個換好 OK 所以你print之後 再多一個反斜線N 那就可以達到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每個資料後面 就反斜線N 有沒有 然後最後呢 資料跟資料中間呢 又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會有很多個 那其實基本上結構就是 五個資料 我們前面是用逗點 但是這邊改成 反斜線N 就是換行 然後呢 一個資料結束之後 變成多一個換行在中間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結束為止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題目應該不難理解 就是先讀取 而且這個資料呢 是在網路上面 所以我們會需要用request request.get 然後把這個網址給他 取得他裡面的資料 然後再去做剖析 最後再輸出 這樣就OK了 然後他要我們把這個結果給輸出之後 得到結果 大概是這樣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